花园中南区为三的火化厂不是故障或碎修停炉 要不住正在太旧唤新中 使得大体都要送进百里外的凤林或寿风进行火化 也令家属困扰以及不便 而今年年初进行火化炉据替换改善的瑞穗香公所 目前或代表会通过殡葬设施管理自治条例后 也预计在10月底新的火化炉正式启动 解决燃眉至极 以往除了玉里松浦 第二线的瑞穗香火化厂 今年年初进行火化炉具泰旧更新作业 目前暂时停炉 中区凤林镇火化厂两个炉具也因碎修到17号 仅剩一座炉具运作不入量能有限 因此目前花园中南区商家不是排队等候 就是得要送到近百公里外的寿风来处理 相当无奈的家属感到困扰与不便 瑞穗香火化厂设施设备太旧更新工程 今年3月正式动工 原本预计8月份完工启用 乡长乌安德表示 现在工程都已经完成验收 进行工程结算阶段 目前除了火化厂设施太旧改善工程完工之外 趁着今天向待会临时会追加减预算议程 乡公所所提交的瑞穗冰藏设施管理制止条例案 也获得代表会审议通过 乡长进一步保证 火化厂新的设施设备 预计10月底就可以顺利开炉运作 冰藏设施服务也将正式启动 记者是预兰瑞色采访报道